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龚俊目前的地位比较尴尬 虽然热度和商务都不错 但是他连续几部作品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尤其是暑期档作品安乐传 龚俊和热巴这对流量组合受到了多少网友的期待 但是安乐传上映后虽然没有扑 但是热度不如同期上映的偷偷藏不住等剧 对于一部古偶剧来说 能否爆演员的演技并不是关键 剧情和质量决定了作品的上限 比如最近大热的云之雨 虽然剧情拉垮 但是制作精良 演员研制在线 能让观众有追下去的欲望 在龚俊的代播剧中 狐妖小红娘是最有希望爆的一部 如果这部剧播出效果好 那龚俊依然能坐稳顶流位置 否则资源将受到影响 狐妖小红娘符合爆款古偶的所有条件 顶流演员加精良制作 剧情也非常有吸引力 再加援助热度助力 如果这部剧再扑 那龚俊真的与爆款无缘了 龚俊已经和向祖师献上贤瑜签了一项约 这大概率会是他下部新剧 他将与小花孟子一搭档 在这部剧中 龚俊是妥妥的一番 并且这部剧的戏份也更倾向于龚俊 向祖师献上贤瑜这本书中的女主 虽然是位穿越者 但却是个贤瑜 男主武力直爆棚 脾气暴力 但以行为护女主 又是一部虐恋情深的作品呀 看住这个人男主设多少 与山河令中的温客行有点相似呀 这可是龚俊拿手的人设呀 原著中本来是以女主的视角展开述说 女主才是第一主角 但是据改版将这部作品改成了大男主戏 这也是龚俊的第一部大男主戏 对于这个改动 许多原著党还是很难接受的 书中女主虽然是条咸鱼 但是咸鱼也有咸鱼的魅力 但是唯一让观众欣慰的是 大家又可以看到龚俊饰演的丰批角色 不得不说 饰演这类型角色是很容易出彩的 恋爱脑已经不再受观众喜欢了 孟子一个人的事业心也不是很强 他对自己戏份多少 以及是几番并不是很在意 再说了他毕竟是女主 如果这部剧能爆的话 对他的加成还是很大的 小说在改编成电视剧时 剧情多少会有改动 但是改动太大的话 只会是先败坏路人员 希望龚俊能担得起这种厚爱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